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一分则长 减一分则短 灼粉则太白 施诸则太赤让人赏心悦目的 也许是恰到好处的装扮 而让人久处不厌的 更多是因为不俗的谈吐和高雅的修养 言谈举止有分寸 为人处事讲德性 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精神长相 出言有耻 弗兰西斯 培根说 在语言交际中要找到一种分寸 使之既直爽又不失礼 这是最难得最好的 的确 会说话是本事 而说话有分寸 更是智慧 朋友所在的公司遭遇意外 为了东山再起 总部准备另签他处 他和两个同事整理物品时 看到了老总二十多年前事业 辉煌时出的一本书 朋友饶有兴趣地拿起来翻看 并随口对两个同事说道 这一定是老总的经验之谈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话音未落 其中有个同事轻蔑地说 学啥 学他干了几十年 怎么把公司干垮的 一名员工去评价老板的成败得失 且不说等级不匹配 但是老板的阅历和见识 就够晚辈学习的了 朋友说 难怪这个同事已经在公司干了十来年 还是处在最底层 这种出言不逊的性格 实在是不讨喜 英国的穷森说 语言比镜子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以指气使的灵力 口无遮拦的诗里 言语刻薄的背后 是为人的凉薄 俗话说 上什么山 唱什么歌 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 这不是叫人虚伪圆滑 而是懂得心存谦卑 把握好言语的尺度 人生在世 出言有耻 衡量的是彼此情商的高低 丈量的却是自己为人的高度 嬉笑有方 福生六记里 沈父写道 世间反目 多游戏气 不合适的玩笑 会让人心生嫌隙 没分寸的幽默 更可能令彼此结仇 战国时期 平原君赵胜有一个小妾 秀丽善舞 深得平原君的喜爱 一日 这名小妾和丫鬟在庭院嬉戏 恰巧平原君门下的一个仰视从这里经过 仰视跛脚 走起路来左右摇摆 像个不倒翁 小妾看到仰视这幅滑稽的模样 不由倚秀掩面 痴痴地笑起来 脖脚仰视看到 忍不住面色运怒 小妾见仰视生气 愈发觉得好玩 不觉以舞蹈的姿态 扬装脖脚走路 逗得身旁一众丫鬟大笑不止 脖脚仰视健壮 愤怒地拂袖而去 众仰视得知此事 觉得小妾失礼 皆因平原君管教不严 觉得平原君的礼贤下事 只是浪得虚名 仰视们灰心 没过几天 就结伴离开了大半 平原君了解事情的始末后 大怒 当即下令杀掉小妾 召回众仰视 马歇尔 卢森宝说 也许我们并不认为 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 但语言确实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平心而论 小妾因口无遮拦而丢掉性命 多少让人觉得遗憾 可拿嘴欠当幽默 拿刻薄当耿直 到头来只会伤人伤己 开玩笑是为了让人开心 而不是惹人生气 嬉笑和嘲笑 一字之差 可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里 藏着的却是做人的温度 做事有度 曾看过这样一则欲言 寒冷的冬天里 刺猬们决定相依取暖 可当他们彼此靠近 就会被对方刺伤 后来刺猬调整姿势 拉开适当的距离 不但能够相互取暖 还能很好地保护对方 其实 人与人之间也一样 离得太远 是冷漠 靠得太近 会受伤 最舒服的关系 并非不分你我 而是保持适度距离 拿捏恰当分寸 不令他人难堪 也不让自己被冒犯 有位街坊 哥哥开了一家公司 弟弟在哥哥公司 做部门经理 因为哥哥是老板 弟弟在公司里 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不仅擅自以哥哥的名义 发号施令 还私底下挪用钱财 不久 弟弟便被哥哥辞退了 弟弟十分不满 逢人便说 哥哥无情 不顾兄弟情分 将自己狠心赶出公司 其实 这哪里是哥哥无情 分明是弟弟做事失了分寸 要知道 在亲近的关系 也该做到亲密有见 秦总是我们公司的重要客户 也是我们王总的好朋友 一次 王总约见秦总 得知秦总已提前到了公司 便吩咐助理先请秦总在他办公室 助理到大厅请秦总时 秦总却摆摆手 说 不用 我在这儿等就行 王总不在 我一人在他办公室 肯定是不合适的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 做人一定要懂得上下 尊卑 亲疏 远近关系的差别 真正有涵养的人 都明白 再熟悉再亲近 也不该失了做人的分寸 做事有度 给对方以尊重 才能给自己以体面 为人有德 孔子曰 德才兼备 以德为首 人生在世 能力若可以理解 品性差无法将就 一次 刘德华参加自己的演唱会 走过通道的时候 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记者的脚 刘德华立刻停下 并俯身轻轻拍了拍记者的脚 连说 对不起 对不起 作为一个红了几十年的天王 刘德华的成功 不单单是因为他戏红歌好 更因为他情商高 人品硬 一个有德性的人 不会高高在上 以止气势 而是心存悲悯 善待他人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 欣赏一个人 始于颜值 敬于才华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说到底 德性好的人 才更受欢迎 才能走得更远 我有个同事 每次开车到单位 都习惯将车停靠在最里边的位置 有次 我搭他的车上班 见他又是去里面找车位 便问他 哪儿方便 停哪儿就行了 你干嘛这么麻烦 同事笑着说 我们来得早 尽量停在最里边的位置 等别人来的时候 就不必因为太着急 找不到车位 而迟到了 这个同事人缘很好 相信不单 是因为他能力出众 更多的是因为他为人和善 正所谓 德不孤 必有林 品性差的人 如过街老鼠 惹人嫌弃 德性好的人 却活成了太阳 让人如暮春风 古人认为 利德 利公 利言 是三不朽 的确 再大的成就 也掩盖不了德性的光芒 再华丽的语言 也弥补不了品性的缺憾 人 最先该做到的 就是利德 子下问孔子 一个人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都这么美了 为什么还要打扮呢 孔子说 自然美固然好 但还要用礼仪加以修饰 用行为进行约束 培养德性 这样打扮下来 才会更美 人活仪式 最惊艳的并非外表 而是优雅的谈吐 最宝贵的不是财富 而是难得的品性 余生 愿你我言谈举止 把握尺度 做人做事更有气度 试试魔力中 修炼出自己最好的精神长相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照亮我的房间 春天温暖我的脸 树叶它还藏在树里面 我们都看不见 奶奶坐在院子中间 看着分笔的画面 白铃鸟儿龙中叫的欢 但我却不明白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